超過二十年不變 宋新婦夫婦做的豆皮 每天一定要做日光浴 要是說中午以前 沒有讓它乾到不會壞的話 它會臭掉 它會臭掉 如果說我有加黃虎去的話 我就不管它反正不會壞 為了爭取日照時間 半夜三點就得開始熬煮豆漿 鍋爐不用重油 用柴燒也有用意 那個油煙味 有時候你空氣壓下來的話 油煙味很重 太多步驟要小心 煮費的豆漿倒進鍋裡 等表面凝固 煮乾輕輕一挑 薄得像紙一般 鵝黃色的豆皮 迅速掛上架子晾乾 動作小心迅速 不能吹天風扇 你願意吹的話 這個熱氣善來更熱 而且它那個吹的話 它也是會斷掉 身上的衣服總是乾了又濕 濕了又乾 要耐得住超過四十度的悶熱 是有年輕人來學啦 但是問題大部分都是做一天兩天 一天兩天 對啦 太熱了 太熱了 你還要學他們傳扇 沒人要學 這需要傳扇 但沒有人想學 選擇輕鬆一點的做 總是比較容易 但松心腹決定傳扇古法的手工豆皮 面臨選擇時 總是捨棄取巧的方法 剛回美農接手時生意不好 因為美加防腐劑的豆皮一星期就壞 經校商要他學聰明一點 我不放這個東西 因為我爸爸讓時代已經 就已經沒有放了 我現在再放的話 這個東西只有給人家吃的 我不做這種事情了 被我退掉了 豆皮 豆包 或涼拌 或煎 或炒 簡單的處理和調味 就是一桌豆腐全息 靠陽光曬通透防腐的豆皮 口感多了韌性 宋信婦相信 消費者會懂得吃出分別 大家一起來 吃我們美夢的東西 上課囉 謝謝中醫老師